喂 收鸡 职业行医30年 王大 你好 美女 哎 干嘛的 我想看着我的这个母鸡 怎么老是不想饭 母鸡又不吃 哎 进来吧 让我们王大可以收鸡给你看一下 行不行啊 哎呀 你都看了 职业 鸡30年 你看 就鸡30年 对吧 你看一看一看 来看一下他这个鸡 哦 放下来 帮看一下 怎么回事啊 这个鸡 要不生蛋 要不吃 哎呀 你这鸡 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 把它放到公鸡 在一起了 打都不出去 哎呀 我看一下 摸一下去 我还是拿出来吧 你会不会看啊 看你那么年轻 我专业勤医30年了 我今天29岁了 哦 这样啊 是啊 那你帮我看一下 哎 挺上忙的啊 是啊 那怎么老是不上蛋呢 哎呀 哎 你搞得那么脏 这母鸡伤蛋啊 他是要这个鸡屁股叫你干净了 他要伤的啊 那我还要够呢 搞得那么脏脏 他是感染啊 感染啊 是啊 那帮我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 他要这么鸡 鸡挂要红的 啊 那个才是要伤伤蛋的 啊 行了啊 小鸡 你把它带去那个照一下cd 然后给他验一下那个血啊 再拍个片 给我就搞了 等一下啊 嗯 好了 照一下 嗯 可以了啊 可以了 那个照那个cd已经有了 转到那个电脑里面去 好 先放好去 等一下没什么问题啊 问题不大啊 先拿好去啊 哦 看一下 哎呦 帮人家绑好啊 真的是 哦 现在大概问题出来了 这个这个酒啊就是 现在是发情期啊 是啊 你要 啊 买个公鸡回去 把它 绑在一起 这样 你家有公鸡吗 有啊 哦 我以为没有公鸡 你放在这里 住院几天 这样就就行了 那可能 等下我再开点那个那个 药水给你 那可能你们这里的 可能厉害一点嘛 那公鸡 那就住院吧啊 那给他办一下 住院小心 那就放这里 放这里 放这里几天先 就这样我先交 交个 两天换压金先 还有压金啊 压啊 住院可能压 到时候 报销我就给你了 那我去帮他办你那个 啊 住院啊 住院小心啊 啊 啊 你微信还是现金 那我过几天来 不知道的 这个是规矩的 我是啊 对啊 你要办了住院 然后才能开药啊 给住院你啊 那微信吧 微信 嗯好 哎 王大锤啊 哎 这个这个鸡叫什么名字啊 那要给他办人家那个住院手续啊 母鸡啊 母鸡啊 母鸡嗯行 好吧 那就啊 你又带一些 衣服什么的 那个使用的东西行李什么 给他带过来得了 那好吧 那好吧 啊行 那我先找了啊 嗯 好 等我照顾好啊 哎 好 在这里 不几天月反应是要能生鸡蛋了 哎 哈哈哈哈 哎哎 这个这个 拿点那个药水给他 哈哈 一天三次 哈哈 那不要空腹给他吃吧 那鸡还在你这里 等下你要 我们医生没有那么就是 我先给我拿回去啊 没有 等下你过来之后一起给他妈 要一定要等他拉完死着再给他喝吧 哦 这样啊 要不然没有效了啊 那谢谢你哦 王大锤医生 那行 那我先找了 嗯嗯 进了啊 啊 好吧 嗯 有办法了 嗯 好 嗯 嗯